耶誕環保 挖寶去 在大家的見證下 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敲下愛心羅 新北耶誕環保 挖寶去愛心意賣正式開始 侯副市長捐出兩件防風式的外套 另外陳神賢 高中正 兩位副市長也都分別捐出了古董花皮 以及DVD的音響組 由侯副市長來協助意賣 雖然這不是價值部分名牌 但也裝載著在生活中滿滿的回憶 讓德標的民眾 還有前來挖寶的市民直呼是賺到了 而且還可以做愛心 一萬二一次 謝謝 兩萬五 謝謝 謝謝 挖寶 兩萬一次 還有人願意再更高嗎 那我要喊喔 兩萬元三次存交來這位大牛 謝謝 我們這位長者謝謝 今天假日帶小朋友出來玩 然後剛好來這邊有很多那個二手的東西 然後又撿到我便宜的 然後又還滿好用的 來這邊有買腳踏車啊 還有買像一些杯子 還有一些圍棋 我覺得都滿物美價廉的 花錢做工藝買用愛心 希望社會不要浪費所有的資源 好好地去那個做環保 新北葉誕城一向是以歡樂為主軸 特別是選在歡樂的氣氛當中 加入環保和愛心的元素相當的有意義 不僅讓市民能夠在歲末年中時 檢視自己生活中是否有多餘的資源 可以進行循環再利用 同時呢也將義賣的所得 抑注到幸福保衛站 讓弱勢的孩子能夠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照顧 把自己平常收集到的很多的資源回收可利用的 再度地把它變成一個愛心 同時也呼籲我們所有的市民 共商勝取 把自己家裡不要的東西 或是餓死的東西 把它煎出來 透過這樣一個機制的平台 讓它回饋您的愛心 到我們的幸福保衛站 有清潔隊日常回收的物品中 有些是輕微損壞 但是功能正常的物資 在經過隊員們稍加整理後 又再度重現生機 其實只要多花一點心思 許多二手物品都能夠循環再利用 這一次也藉由提供一個資源共享再生的平台 作為資源循環的起步點 讓新北市逐步邁住有序環境的目標 中間新聞林立如李奇坤 板橋報導